温老师你好 这次非常高兴你能参加加拿大第四节文化艺术节 然后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这次您参加这次艺术节的最大的心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华人在加拿大呢 给老外的形象是我们会做生意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们更会懂艺术 我们跟他们在艺术上 其实艺术是没有国界之分的 所以我们的境界也是在通过这次展览呢 就展示了出来 也让老外看到我们的那个中国人的本质的东西 不光是会做生意还会懂艺术 我觉得就是这样 文化宣传吧就是这样 我把我们国内的有很多国画家 在这边把文艺宣传散播到加拿大来 我们同时也吸收加拿大人的那个西方艺术的这种理念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互相交流吧 就是融合就是这样 孟老师您这是非常谦虚 然后我觉得您的作品非常的有特色 然后呢您能简单介绍一下 这次您所带来的这个油画的一些 您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说它的一些绘画背景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 到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哲学思维 就是说很多人问我 哎呀你这张画的技巧性在 包括那张水彩 他们会说你技巧性 想要对比关系啊什么 我说我不想这些问题 我只是想我们怎么哲学的表达我们的作品 是吧就是说让这个作品呢就更加有一个深层次的 就是说懂的人就会真正懂你的 这样一个一个哲学概念 这个哲学概念融入里面 这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 我觉得像东方的就无为 西方的那些那些强调都是超现实的 是吧我们都是有在这里面的这些概念在里面 所以我大概就是把哲学理念结合到我们的作品里面去 还有一个美感 我们必须艺术家必须得是疯子才能感动人 是不是你艺术家只是感动人 你是感动你成为感动不了其他人的 是吧 所以我们要我们很危险 我们在零界店两边走吧 非常感谢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 谢谢 谢谢